这个也跟这个 我这个村庄的一些人有关系 大概就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邻居有一个大学毕业生 当然就是大家也都 如果对大陆比较了解 或者说从大陆来的这种人都会知道 中国的1957年 曾经有一个反右派的阅证 那么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 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 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戴上了右派帽子 有的就直接给钱返回故乡 就剥夺了他们的这种 吃国家公家粮的权利 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那么我这个大学生的邻居 他就是在学校里被化成右派 当然现在说叫错化成右派 回到家乡 就跟我天下在一块劳动 他因为是大学中文系的 后来也当过中学语文的教员 对文学还是比较了解 经常在劳动的间隙里面 向我们灌输有关文学的一些话题 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 认识一个山东省的 一个比较有名的作家 说这个作家特别腐败 我说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这个作家 一天三顿吃饺子 就是早晨吃饺子 中午吃饺子 晚上还吃饺子 我们当时说这还是人吗 这不是神仙吗 只有神仙才有可能 一天三顿吃饺子 因为我们当时一年 都吃不上一次饺子 只有在好的年久的时候 才可以在春节的大年 出席夜里吃一次饺子 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 一种是黑皮的 粗面的 一种是白皮的 白面的 那这个作家 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 我就感觉到 如果一个人 能够当上一个作家 那这个理想 这个目标 已经非常远大了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叔叔 如果我将来 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 我是不是可以 一天三顿吃饺子 没有问题 只要你写出一本书来 保证让你一天三顿吃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早的 这种关于文学的 关于当作家的梦想 就是从这个 一天三顿吃饺子 就开始了 当然那个时候 实际上是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了 那个时候的文学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 也都知道 戏剧嘛 只有八个样板戏 小说嘛 也就是那十几部 作家嘛 也就是那么一个作家 而且即便是那些 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 那些我们现在叫做 红色经典的小说 在文革期间 也被禁止了 那些小说实际上 本身已经走得非常可怕了 本身已经是非常虚假了 非常扭曲的 就是带着一种 非常狭隘的阶级的 政治的观念 已经变成了 政治的一种宣传品 但就是这样的小说 在六十年代 文革开始以后 还是被禁止了 所以我们能够读到的 也就是当时流行的 这种三突出的 三突出就是突出 重面人物 英雄人物 就是好人 简单地说 就是好人绝对是好 好人的肚脐脸 都是没有灰的 坏人是绝对的坏 坏的是一点好处没有 所以就说 连两岁的小孩 一看电影也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产生了这种文学的梦想 所以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 当时也是搞一点纸 搞一点笔也不容易 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次 就拿起笔来 想尝试写一篇小说 写一篇小说 第一句肯定是 伟大领袖毛泽奇教导我们 一定要把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一定要把水利工程搞好 当然后来毛泽奇这个余路 也被很多农民篡改了 花八门 今天要养猪了 毛泽奇说 一定要把猪养好 明天要种小麦了 毛泽奇说 人民公社的首要任务 是种好小麦 后天是要种棉花了 然后毛泽奇说 棉花是国家的重要物资 这句话有的是毛泽奇说的 有的不知道是哪个主席说的 他乡村干过 也经常拿着毛泽奇的话 来吓唬我们 所以我这个小说 你想一开始就写这样的 然后就设置了什么阶级斗争了 既然就是说要有什么好人 必定要有坏人 而且还有什么很多暗藏的阶级地人 有从台湾什么坐着气球飘过来的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 不可以飘过来 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船单 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里青岛比较近 也是属于东南沿海的时候 经常在春天的时候 那个台湾的气球 带着台湾的宣传品 在我们头上降落 降落下来 我们捡起来一看 看到台湾的楼这么漂亮 台湾的人穿得也很好 后来就叫上 那这个学校里的领导 或者是图里的领导 马上就当做一个重要的线索 立刻向公安局报告 谁如果把这些台湾漂亮的船单 藏住的话 那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你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 但是通过这些空飘过来的东西 我们也知道 台湾的人实际上生活的 并不像我们所宣传的和想象的那么差 可见台湾这种宣传还是起作用的 当然我们在刮西北风的时候 也忘了飘气球 飘过去的时候 肯定也就是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 拍给他们看 总而言之 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 社会的政治状况 非常这样 如此的压抑的状况下 出生长大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产生的文学 产生的文学梦想 离真正的文学 理解是相差甚远 我心目中的小说 当时也是跟社会上所理解的小说 是不一样的 但是后来就是我把村里的一些书 寄过来看了以后 也才慢慢地 头脑当中 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的文学的概念 比如说这个村庄里面 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 比如说我们村子里面 就有三国演义 就有聊斋志义 就有隋唐演义 这种古典的张会提的小说 那么这些小说 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有时候是帮着人家干活 有时候是帮着人家 用别的方式 别的东西来交换 把这些书看完了 把我们村里的十几本书 看完了以后 我当时因为 我已经把天下的 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我当时我觉得 我已经是差不多 离博士都不远了 后来我到了 当兵以后 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 一进去就发现 原来如此多的书 我还没有看 那么那还是个县的图书馆 那么到了现在 我如果进了一个 北京的大图书馆的话 更感觉到自己 确实一辈子读书 也读不完 九流一毛 那么刚才 校长阁下也说 我是一个敢于 讲实话的作家 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 这一点我就是 如果是因为我讲实话 受给我荣誉博士的话 我倒可以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这个环境 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双层话语里面 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后 也就是说 在这个八十年代之前 二三十年之内 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 一套是在外面公开的时候 对着社会讲的 那么这都是假话 套话 都是豪言壮语 都是口号 另外一套就是回家在家里面讲的 家里面的父母教育孩子的话 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 当然有时候到了极端的程度 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了 因为你刚刚说了真话 可能第二天就被老婆把你告了 也就是说 儿子跟父亲之间 也不敢讲真话了 搞不好父亲讲的话 马上又被儿子出卖掉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村庄里面 就是说两套话语里面 在家里面还是存在的 因为就是 比如说在外面 刚开批斗大会的时候 我的父亲他们 也都慷慨激仰 一会儿骂刘少奇 一会儿骂邓小平 当时骂邓小平的革命的进步 后来你再骂 当然就是反动的了 我不要大家说 太好了 我不要失败了